雨林求生第三天 哼 这车蚊子我看见怎么样 昨天我们利用竹子以及茅草 搭建了一个当破乌式的庇护所 整列天宫不作美 刚搭好了屋顶就下起了瓢泊大雨 由于茅草搭建了屋顶防御效果不好 得知我和老马林得像落潭机一样 喊不忍睹 幸亏雨停过后 老马他进入峡谷寻找到了一颗芭蕉根 才让我们鸡肠鹿鹿的味蕾 得到了一丝丝的满足 洗澡了 洗澡了 哎呀 来 先吃早点 哎呀 妈 你是乱吃人吃的吗 嗯 你就这样就吃点吧 这可是我从猴子和眼睛全部玩的 非常冷的 剩下的给它挂起来留着慢慢吃吧 今天那时间简单无重 你在这里给我打造一个炉子 我还得去搞戏竹子回来 把我们的床给搭起来 嗯 吃饱 炉子和事就交给我 哇 在这个树上发现了一个鸟窝 看样子是新做的 走吧 别打扰它 哇 在这里发现了一颗野茄子 不过这构草太小了 还不够塞野凤了 等它再长一长 哇 这里发现了一颗野芳茄 哇 这里一个红的 啊 不错 双双全全的 这里还有好多没熟的 等它熟了再来粘 这个小木刚好可以用来做床架 给它带回去 把木头利用藤帽 捆绑在庇护所两颗栗柱的中间 大约流出一秒的框栗 在这两个栗柱 这中间呢也要绑上一个木头 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家常绑的床架 打好床架 我要找来了大量的竹子 准备用来做床帽 把这些竹子利用小刀给它劈开 劈好的竹子 笔划出同时的长度彩状 然后一次排列摆放好 这样子我们就拥有了一张狗公式的断板床 我先来感受一下 哎呦 我和我爸比跳啊 哎呦 哥哥这么粗的木头你都能够够 你该减肥了 是我大意了没有赏 雨淋里的天气 就像老爸的脾气顺息万变 上一秒还晴空万里 下一秒就能以交加 做了什么烈啊 老雷老不能在里面走 这所谓大树下面好乘凉 但是雷雨天气 我们只能选择一块空旷的地方 远离大树爆发取暖 尽量减少身体的温度流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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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